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用Excel打开这个范例了 那开启这个范例很简单 就是滑鼠右键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启档案用Excel打开 这里面因为资料很多啦 我们看一下有多少笔 有七万多笔 就是这二十年来登革日的发生病例数有七万多笔 好,这个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内容 这样子的资料内容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做一个分析 就是画出一个统计图表 好,我们因为重点不是要教你分析 可是至少 至少请问一下 你有发病日 个案研判日 通报日 性别 年名层 居住县市 居住乡镇 请问一下 有这么多的栏位名称 请问你觉得要发生什么 你觉得要分析什么 我们就来谈一个 最简单的分析 就是每年发生病例数有多少 就是1998年有多少起登革日的病例数 2015年有多少起登革日病例数 2016年有多少起登革日病例数 我们来做这个简单的资料分析 就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统计图表 然后统计图表再放到TOPON的去 好,既然要做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怎么做 最简单的做法是不是用插入底下的枢纽分析表 因为我要去分析每一年有几起登革日病例数码 所以每一年 请问一下 那是不是跟年有关系 这里面只要是跟日期有关 你都可以选 例如说 发病日 发病日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确定病例数 这意思是什么呢 1998年1月2号有疫期 1998年1月3号有疫期 可以吗 记得住吗 我们是不是就画好这张图了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要按照年来分析 因为你去报告 你不可能去报告什么 哪一天发生几起 哪一天发生几起 可是你会报告 例如说你的报告内容 可能变成说 哪一年有多少起 然后最多的是发生在哪一年 会这样子来报告吗 因为20年的资料 不可能一天一天报 你一定是什么 以年这个单位来去报告 好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游标移过来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这边书柳分析表有一个叫做群组 群组请选到年 然后把这个月关掉 确定 马上算出来 你们觉得帅不帅 还蛮帅的吧 然后再按书柳分析图 确定 我们就分析完了 我重点要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是不是说 我想要知道 哪一年发生多少 登革热的病例数 你看 请问一下 陈先生 陈先生 我们在报简报的时候 你会怎么报告简报 陈先生 我们但没有姓陈的 长官 林先生 陈林是大姓 好吧 那我们就请 孙先生来报告 就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报告简报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报告什么 2015年登革热病例数最多 可以吗 我们一定是这样报告 报资讯给别人听 就是把那个最什么报告出去 可以了解 可是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学会 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边资料 请问一下 这个资料是不是为福部 疾管署 他们可以去修改资料 例如说 他们是不是会随着 今天是2017年10月25号 他是不是又把新的资料放进去 对不对 好 他们在修改资料 我们没有权利修改 我们只需要去学的是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当资料修改 统计图是不是要跟着修改 这个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这边一重新整理 请问你 PowerPoint的那边 需不希望整个重新整理 当然希望 这样理解我一个整个逻辑概念吗 好 那因为刚刚我做了蛮多的步骤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分解一下 好不好 然后让你们等一下也能够操作出来 至少做到这一个步骤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滑鼠右键点它 用什么来去打开 用以色列来去做开启 就是虽然它是文字的 可不可以用以色列来开 当然可以 为什么要用以色列开 因为我们是教office2010的整合应用 当然要开以色列 打开以色列之后呢 打开以色列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先去做那个资料的分析 怎么分析 第一件事 开启以色列 用以色列来去打开那个范例 没有问题 插入枢纽分析 所以第一点选插入 第二点选 枢纽分析表 第三点选这个确定 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因为我是要分析出年 各年 所以第四个步骤 顶选 发病日 接下来呢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确定 确定病例数 就是它最后有一栏说 这一栏到底是不是登革日 它会有一个判断 我们当时要统计那个确定是病例数 请把这个确定病例数打勾 五个动作 五个动作 可以吗 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等一下 我再教你群组 群组 还有画图 等一下 我继续把这 后面真的只有几个动作 点它 点这个地方 第六个动作 点这个 你不可以在这边 这边不能做群组 标签怎么可以做群组 可是请问你 日期现在是不是每一天 所以我们点到日期 可以去做群组 所以把这个群组 有看到 第六个步骤 点这个地方 点随便一个日期都可以 然后点群组 选年 因为我要统计各年 你有二十年的资料 当然只要看年 不用看季 也不用看月 因为季的话 就变成有八十个 那月的话 那就是两百四十 不需要看这么细 我们只需要看什么 年 然后确定 接下来 接下来 只要再点 因为我要图嘛 重点是这个图 所以请点 苏尼尔芬希图 确定 我就画好这张图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做一下 大概九个步骤 九个步骤 就可以快速完成 一个资料分析 避免登革热 病例数统计分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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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